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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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股神射手 籌碼不離手 大家好 我是神射銀家楊少凱 今天是10月7號星期 大盤今天開高大漲 收盤漲399點 這個行情跟我預期的一致 基本上這個行情應該是我認為 我認為是另外一個階段行情的啟動點 這個行情該怎麼去把握 買對股票比較重要 當然今天上漲大部分的股票都漲 漲停板的股票也40加 加起來41加 當然也有我們跟各位預告的股票 持續的攻上漲停板 接下來的機會要好好的把握 基本上台積電 我們今天看到什麼 台積電又佔上一千塊了 台積電這次佔上一千塊 跟過去有什麼不一樣呢 來 我們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 台積電再佔上一千元 我認為它不會再回頭了 為什麼 等一下我會告訴各位 第二個 鴻海的營收創高 那AI股誰能爭鋒 印太我們跟它預告的 持續漲停板 創波段新高 恭喜 如果有跟上的都賺 再來的話 雙紅再次佔上700 挑戰破千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美債 我比較少跟大家聊 因為大家都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美國宣布降息之後 美債反而跌不清 陸股飆漲 該如何投資 我們今天就花一點點時間 來跟大家聊 先從大盤的部分來看 過去我講的我們就不用去講了 這個都是過去我告訴你的 右腳的低點 包含告訴你啟動行情 這個都是我們過去講的 對不對 那大盤返航完之後到禮拜五 我說過了 最多也是修正到這個禮拜 這個都是我過去跟 這是禮拜五跟各位講的 最多也是修正到這個禮拜 後市持續看漲不變 那你今天就看到了什麼 看到今天大盤開始往上漲 那今天往上漲代表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我們從週限的角度來看 我說過了 這是中期週限 中期週限我認為這一波 會跟過去一樣 會是屬於五浪的上漲 這個從八月份就告訴各位 我們也一路跟大家追蹤 包含怎麼樣 包含九月四號的大盤的週限 是黑黑 我也告訴各位這只是一個 ABC浪的一個修正 對不對 修正完行情怎麼樣 ABC浪它在九月四號 告訴你是右腳的低點 行情像我講的一樣 就往上怎麼樣 往上開始往上漲 一直到什麼 一直到上個禮拜收個黑K 那收個黑K 我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叫第三浪的分浪 延伸浪 那這個禮拜 只要沒有去跌破上個禮拜的低點 基本上行情就往上漲了 就是進入一個什麼 三之三的走勢 會去突破今年的高點 長線我也講過了 長線我跟各位講過 十月份的月線會是收漲的 我們在九月底的時候 就告訴各位了 所以基本上 目前的行情跟我預期的是一致的 所以我都是領先告訴各位未來 有能力告訴你未來的走勢 才有辦法去幫你贏在起保點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如果你手上目前的持股 還沒有賺到錢的話 歡迎你掃描我們的QR Code 因為接下來的行情 你如果沒有買對股票的話 是可能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各位你可以看到 漲的股票就是會漲 不漲的咧 不漲的就是不會漲 這個選對方向還是很重要的 每天我們下午的3點10分 有一個線上的直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直接進入主題 台積電今天又佔上一千塊了 市場傳台積電的2奈米 晶圓的價格是4奈米5奈米晶圓的兩倍 而且每片怎麼樣可能超過3萬元 蘋果的話準備在2025年下半年 率先去採用2奈米晶圓的晶片 這是跟台積電相關的 基本面的一個訊息 當然我說過了 這個月17號 17號線上舉行法說 我在上禮拜也告訴各位 台積電線上法說會怎麼樣 我是不是上禮拜直接告訴你 我認為等它線上法說的時候 股價就會是衝過這個高點 那當然拉回來就是買點 台積電的買點 每一次拉回來的買點 我敢說全台灣沒有第二個人 像我這樣子精準把握 去年元月份的我們就不講 因為當時已經講對你們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了 因為去年元月份的低點是在453塊 今年的745我告訴你的 900塊以下我告訴你的 除息請你去參與買進 那時候也是在900塊以下 我說現金鼓勵一定是秒天息 也是告訴你的 每一次拉回的低點我都告訴你 這個都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那包含怎麼樣 包含我們在1000塊以上去做一個賣出 包含怎麼樣 包含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三 拉回的時候我們又把它買回來 所以說光這個台積電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台積電只要是買點都是黑黑都是大跌的時候 你有沒有 所以我說台積電能像我做得這麼好的 基本上你全台灣你找不到第二個 我說的都是我們有買的 我們不是隨便追上去買上去買不是 都是拉回 每一次的買點都是我們去做的 所以我常講 從一檔台積電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台積電的好買點都是怎麼樣 都是你覺得很猶豫害怕的時候 所以我說啊 交易最困難的是人性心裡面 那不僅台積電啊 所有的股票都一樣 所以你需要一個真正的實戰交易高手來幫你 台積電的全球布局 當然台積電會長的話相關的怎麼樣 相關的設備概念股 你可以看到相關的設備概念股 它就有機會創新高 今天我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新銀漲停板創新高 我們又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了遜德 最近整個行情是從八月份開始 從低檔上來也漲了將近一倍 這告訴各位什麼 這告訴各位市場不是沒有機會 市場充滿了機會 這些相關的設備股 不斷的創新高 表示什麼 表示各位告訴你這是多頭市場 這個是選股方向 所以你一定要選對股票 行情漲才會跟你有關係 包含我跟各位預告的什麼 包含我跟各位預告的矽光子 矽光子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矽光子還會漲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 不管是Coors相關的概念也好 這個都是一個什麼 這個都是怎麼樣 產業的趨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怎麼樣 矽光子今天的股票也是大面積的上漲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市場的方向 資金的去向 所以行情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沒有選對股票的話 基本上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說接下來的行情 能不能跟你有關係 你能不能買到對的股票 你手中的股票到底會不會漲 如果你不知道的 歡迎你掃描QR Go 讓我來幫你 再來跟大家分享的 除了台積電之外 在鴻海 鴻海科技日 明天跟後天開始登場 那我也告訴各位 除了電動車之外 這次還有什麼 還有鴻海要怎麼樣 展示GB200的準備量產的一個產品 而且是11月開始生產 11月開始生產 這個是新聞 但是我不是新聞出來才告訴各位的 各位 我不是等新聞出來才告訴各位 我說今年的鴻海 跟過去兩年哪裡不一樣 過去兩年它沒有行情 因為沒有揮達的伺服器 沒有揮達的伺服器 那今年打入揮達伺服器 供應鏈之後呢 整個技術型態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從怎麼樣 從三月份我告訴各位 底部形態完成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屏幕 從三月份我告訴各位 底部形態完成之後呢 我就已經預告了鴻海 今年這一波是大行情 三月份也從多少 從100出頭 漲到多少 漲到200多塊 這個都是我們過去做的 對不對 那近期八月五號以來 我告訴各位 我說九 每次我跟你講的都是買點 都是還沒漲的時候 這個各位 鴻海170到現在 好170以下 如果你跟著我做 一張也三萬塊 不要小看這三萬塊 不要小看這三萬塊 10張就是30萬 100張就是怎麼樣 就是300萬 假設你能買鴻海100張 我打個比方 假設你有能力去買鴻海100張 很多小型股漲停板 你100張的鴻海大概1000多萬 你去買小型股 你會去買1000多萬嗎 你不敢 你不敢 為什麼 因為小型股它的波動很大 但是如果你的資金不會夠大 鴻海就值得你重壓 不要說100張 1000張你都買得很安心 過去我也從整個好的 從好幾個角度去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包含怎麼樣 我說從整個金銀來看EPS 預估我預估大概12.75左右 本益比都不到15倍 我說這樣子的股票 它是值得你去買進去持有 我說17點對人買了你就要敢報 你如果報不住就很容易上上下下 那鴻海今天又創了近期的高點 大盤還沒創上個禮拜的高點 大盤還沒創上個禮拜高點 但是這個高點會過 我說過再來就是先衝過這個了 這個月你就看得到過兩萬事了 這個月你就看得到過兩萬事了 這個我不是今天才告訴各位 這個月你就看得到 這一段開始就是要衝兩萬事了 那鴻海呢 鴻海這個形態 這個底部形態也出來了 所以很多事我只能跟你講 不管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 我都是事先告訴你 所以有一句話講叫什麼 路遙之馬利時間會證明一切 這些都是可以怎麼樣 幫助你穩定賺錢 但是你不一定喜歡 但是它確實可以穩穩的去幫你賺錢 那類似的股票其實還有 那我選擇的都是怎麼樣 讓大家買得安心的 你可以抱得很放心的極有股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往哪個方向去選擇 那你跟著我就對了 小型股不是沒有 印太還沒漲上去的時候 我公開跟你分享 對不對 我為什麼跟各位分享印太 第一個從技術面的角度 去跟大家分享 我們常跟大家分享 三十年來可以幫助你賺錢的 操作模式 一個是又這交易 一個是底部形態 你要選擇有空間的 都是具備底部形態的 我們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抓出了很多檔 底部形態的股票大漲的 超過五十趴 一倍的比比皆是 同樣的方法不斷地去複製 再加上基本面 基本面我也告訴各位 可能過去你不瞭解的話 你認為怎麼樣 你認為印太它可能只是顯卡 但是呢 其實它旗下有兩支小機 它也切入了什麼 切入了細光子的領域 對不對 我不是說行情噴出去 才告訴各位 9月23號底部出來的時候 我就公開跟大家分享說 印太的整個中期周線 底部形態已經出來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會帶你怎麼買 我會帶你利用拉回來測試直升買 包含怎麼樣 包含上禮拜一 有很好的拉回機會 我帶你進場去布局 各位 三十塊到現在 今天 印太漲停板 不要說我們加碼的 光三十塊到今天八塊七 八塊七 如果你十張就是八萬七 三十張就是多少了 三十張 三十張就二十幾萬 三十張也大概不到一百萬 這也不過短短的 一個禮拜的時間而已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 你只要願意相信 好事就會發生在你身上 因為我們不管買 都有真實的口訊 包含怎麼樣 包含怎麼去設停令 都怎麼樣都可以去保護你的資產 所以我常講一句話 你只要相信我好事就會發生 而且對的時機很重要 你對的時機進場的話 你波段你就抱得住對不對 我們買在哪裡 買在一個起上拉回的 測試之聲的點位 一個相對低檔的一個位置 進場去買的話 好的股票你自然能抱得住 好的股票你抱得住的話 你當然怎麼樣 能賺到波段的大錢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家族成員 常跟我說 跟著我做股票很安心的原因 因為我只會在怎麼樣 對的時機點 帶他們進場 而且讓他們怎麼樣 安心的抱波段 不管是台積電 鴻海 印太 包含我們持續看好的 GEO全資股的話就是華碩 華碩的話我也是告訴各位 每次的拉回我都跟你講是買點 結果他創新高 創新高又拉回 我告訴你拉回又是買點 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看華碩 這個拉回是不是買點 這是不是我告訴你的 這是不是我告訴你的 7月份這也是我告訴你的 股價好的股票 它最終會反應怎麼樣 反應它的價值 包含怎麼樣 包含技嘉也是 這些都是屬於什麼 屬於GEO股 GEO股技嘉你不要看這樣子 從整個低點上來 其實到現在也不算少 這裡如果你買 不要說買在217 你買在220、230 現在270幾了 重要的是怎麼樣 現在也接近270了 重要的是後面還會持續上漲 所以這些都是好股票 值得大家怎麼樣 大家一起來跟著我來佈局 好 那等一下我們回來之後 繼續來分享 我們還沒有分享完的部分 我們休息一下進一下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再來我們聊雙紅 當然雙紅我認為後市面的機會 還是有機會去挑戰什麼 挑戰今年的高點 只是怎麼樣 只是我跟各位解釋過了 如果說從整個線型的結構來看的話 因為它上面有套牢的賣壓 那有套牢的賣壓的話當然怎麼樣 股價它不會是直線式的上漲 它一定是緩步的慢慢去推去消化 消化整個它的一個上方的一個套牢賣壓 這個就是屬於股價的趨勢 屬於股價的趨勢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們從整個基本面來看的話 齊紅也好 雙紅也好 齊紅跟雙紅今年都有怎麼樣 都有那個像雙紅有可轉載 齊紅有1.5億的年代 那當然散熱的勵志也有 勵志也有現身的一個募資的計畫 那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什麼 不管是齊紅也好 雙紅也好 或者是勵志也好 他們做這些動作都是在為什麼 都是為了怎麼樣 為了去搶佔GB200的商機 那整個鴻海他在科技日之前 宣佈了什麼GB200 AI的伺服器 在11月他會量產 那11月量產 12月出貨 那這證明了什麼事情 我們去看未來 未來就是說 GB200的商機它已經怎麼樣 已經建在全上了 那建在全上 雙紅他是把資金全部放在哪裡 放在水冷的布局上 所以整個雙紅的下半年的業績 其實是值得去做一個期待的 那技術型態我們跟各位講過了 技術型態我們在9月25號的時候 就跟大家分享了 這一條叫做景線 如果說這條景線站上的話 底部型態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提前在9月20號的時候 去做一個布局 那提前做一個在9月20號布局呢 那當天隔天就掌停 上禮拜是掌停板 那掌停板我說過了 在這裡賣一趟是因為它短線還會再回來一次 回來一次測試什麼 測試景線缺口 那測試景線缺口我跟你說過了 測試景線缺口沒有問題的話 股價就會持續往上 那目前為止 也跟我們預期的是一致的 所以說 以整個未來來說的話 股價還是怎麼樣 還是會逐步往上 那當然買賣點包含怎麼樣 包含去保護你的資產 怎麼樣去執行交易計畫 這個就很重要啦 我說過了 我們來市場做投資 不是來拿錢來賭博 你如果說 沒有一個周銜的計畫 怎麼樣去適合停損 怎麼樣在哪裡做止盈 那其實跟賭博沒有兩樣 那所以說 以整個雙龍來說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再來 大家認為的美國降息應該買美債 可是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舉一檔股美債 再來做個例子好了 假設 你去買什麼 00687比 國泰20年的美債 你認為怎麼樣 認為美國 9月份開始要將勤洗完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去買美債不管怎麼樣 不僅沒有賺到錢 反而是虧錢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先來探討為什麼 其實債券這種東西 它是怎麼樣 買在怎麼樣 當它開始要宣布降息之前 是買點 可是等它降息之後 它會出現一個什麼 利多出盡 那從整個型態 縱使 美國今年降息 明年再降息市 它也不是像過去一樣 無限量QE 所以你把資金放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我們不要說會不會漲 你是沒有大錢賺的 沒有大錢賺 因為過去的美債上漲 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它實現無限量QE 今年如果說 今年如果11月再降一碼 12月再降一碼 降四碼 明年再降四碼 相對的來說 它的位置 它能上漲的空間跟幅度 還是有限的 所以說 除非你買在這個低點 不然今年你只要買美債的 基本上你是沒有大錢賺的 與其你認為說去買美債 可以賺錢的話 你不如怎麼樣 好好的來跟我挑一些 要嘛穩定的GEO股 要嘛怎麼樣 你真的想做小型的 會長的股票 你也要挑對股票啊 我打個比方 我們跟大家公開的怎麼樣 政達 政達這個也不是今天告訴各位的 基本面 我們就不浪費時間講了 那技術面你去看 我帶你們大家回買 我們在帶會買進 帶我們家族成員去買進的時候 都是利用拉回 你可以看到 我們買股票都是拉回 而且是利用它回測支撐 這個就是我平常 跟大家分享的右側交易 在拉回來測試支撐買的時候 你的停損多不多 不多啊 因為你停損 萬一錯了 我們可以做到小虧啊 停損我們就設在支撐的下方 萬一跌破支撐了 我們就停損就走了 你最起碼你不會大虧 那如果做對了 做對了你會大賺 這個叫風險最小化 收益最大化 這也就是我跟各位強調的 右側交易的一個 漲勢拉回 測試支撐買的一個技巧 你看我們所有的買進的 不管是 印太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政達也好 都是利用拉回來去買進 那各位 你只要在對的時間去買進的話 各位 你看這裡買 這裡利用拉回買 今天又漲停板了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對的時機點 去做進場的話 你股票撥斷的錢 你怎麼樣 才抱得住 這個就是跟方法 除了選對股之外 你方法也很重要 如果你看到漲了去追 一整理你就受不了 受不了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被洗出去 那你只要在正確的時機點 去做一個買進的話 那像這種波段累積起來 從上個月到現在 我們的獲利也超過46% 那當然這些都是 你現在看到的 都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過去的佈局 現在所有的收貨 都是來自於過去的佈局 那同樣的呢 現在有沒有同樣的機會 可以來做一個佈局 我的答案是有的 我說過了 只要具備底部型態的股票 通常你要去賺三成五成一倍 基本上我認為是不困難的 你只要方法對了 人對了就能實現 今年我們從第一檔 富士達的時候 就跟大家分享 當時我告訴各位 富士達是我們的第一檔 已經累積35%了 結果富士達漲了一倍 對不對 超過30%的股票 第一季這麼多 第二季這麼多 第三季這麼多 第四季我上個禮拜 告訴各位了 第四季我們就從印太開始 到今天印太 我們也掌握到了 50%的一個獲利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機會 等待你一起來參與 那你只要把資金準備好 不管是短線也好 波段也好都能賺 好好的跟著我這個實戰高手 股票我幫你準備好了 相信我好事就會發生 這關系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